好在女人反应迅速 这才将男人从河马口中救出 可就在大壮以为自己用西瓜吓跑怪兽之时 下一秒 一条巨蟒赫然出现直接将其拖走 不等众人目瞪狗呆 大壮却直接原地重开 看着如此恐怖的丛林 几人只好迅速撤离 转眼间他们就逃到了沙漠之上 还没等几人缓过神来 强哥就突然发现远处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不断逼近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大波丧尸鸵鸟军团 众人不敢迟疑立马上车开始逃离 然而鸵鸟大军却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迈着发达的双脚就紧随其后 趁着两人愣神之际 鸵鸟哭吃一口便将小飞凋离座位 幸亏强哥健壮立马将其抓住这才免受其难 就在不断拉扯之际水料包里的RPG竟意外跌落了下来 下一秒 喷射的核弹瞬间炸裂开来 凭借着爆炸的余波强哥顺利将同伴拉回座位 接着又护吃一拳将鸵鸟打飞十万八千里 在半路上又把小美两人接上便开始继续逃离 正当强哥成功甩掉鸵鸟群时 水料转眼间几人再度陷入危机 只见不远处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沟壑 危机时刻强哥顺利停了下来 男人看着眼前的小山坡 当即便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只见强哥随即开足马力就朝着鸵鸟群直冲而去 在即将撞上之时又立马打满方向直接来了的180度大飘移 接着便静直地朝着山坡冲去 被戏耍了的鸵鸟大军瞬间上头 随即酷吃一口便将钢板掀翻 千军一发之际强哥一脚踩死 整辆车就如同离弦之箭一样飞了出去 无奈速度却并不足够 可好在几人最终还是安全抵达了彼岸 然而还没等他们缓口气 一个万丈深渊就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看着命令麻麻排列杂乱的吊桥 几人深知必须要抵达对面才能顺利通关 为了胜利强哥手当骑冲随即便跳上吊桥 可不料紧接着吊桥就开始不停旋转 众人不敢迟疑只好紧随其后 而就在这时小美却发现不远处的高山正在怪异的移动 但小黑定睛一看 才发觉那些不断蠕动的东西竟全是山霄 紧接着一只沸沸就突然出现 听到召唤数万只铜位瞬间倾巢而出 众人只好立马掉头开始逃离 眼看灵灵的山霄很快就已追至身后 危急时刻小美却突然走错方向 当着众人的面就将女人扔进万丈深渊 可紧接着小美就原地重开成功掉进下方吊桥 然而转眼间又轮到大漂亮陷入危机 千钧一发之际好在强哥及时赶到 酷吃一脚就叫沸沸做人 殊不知这却成功激怒了他们 眼看沸沸群直逼而来 强哥使劲一灯便挽起了蹦蹦床 在弹力的帮助下成功将沸沸送下了地狱 随即强哥顺势而上终于和小黑会合 就在几人正向下的吊桥转移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 眼看沸沸群已奔志踏来 千钧一发之际强哥立马拔刀砍断桥绳 谁料沸沸群却选择迎男而上 男人只好再度砍断绳索 得亏最终两人成功逃生 可紧接着下方的沸沸群又再度出现 眼看陷入癫狂的怪兽正翻越炸弹直逼而来 众人只好立马开溜 然而下一秒就被团团围住无法动弹 就在几人即将隐恨西北时 一只黑马及时赶来对着沸沸就一顿不吃 吃痛的山肖随即立马折返抱头鼠窜 在小帅的帮助下一行人终于成功化险为夷